第十集 滋滋啦啦腌制好的牛肉 接触到炽热滚烫的石板 发出了滋滋的响声 带薄薄的牛肉开始翻卷 再撒上特制的香料 嘿 这一口咬下去 肉汁在口中蹦践呢 以前生病的时候 李牧只能吃清淡的牛屎 火锅烤肉这些美食啊 对于他来说都是触不可及的梦 为了病情痊愈后 能弥补这一段时间的损失 他是做了充足的准备 各种美食食谱看了一大堆 某站某音上面的美食主播 更是关注了几十个 独门腌制的手法 加上秘制蘸料 这石板烤肉的味道十分的不错呀 他立刻便不心疼肉钱和香料钱呢 当然 以他的收入 在吃饭上面花这么多钱 不能不说是奢侈浪费呀 但李牧这么做 也并不是完全为了满足口腹之欲 他呀 向某个方向望了一眼 并没有感受到什么异常 略以私存之后 又拿起了扇子 将那香味啊 向着那个方向扇了一扇 一墙之隔的小小院路 柳寒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问那个少女说道 万万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少女吸了吸鼻子 惊讶地说道 小姐 什么味道 好香啊 柳寒烟深吸一口气 一股诱人的香味直入肺腑啊 她好不容易才忍下去的饥饿感觉 再次涌了上来 喉咙不受控制地动了动 她立刻转身走回房间 关好门窗 但那一股香味却似乎并未被隔绝 依旧在她的鼻尖营绕 柳寒烟再次走到了院子里 羞恼着说道 什么东西 怎么会这么香 少女抬手指着指隔壁的院子 讲道 小姐 好像是从那里传过来的 李牧刚刚将一块五花肉 放在石板上烤 突然心有所感呢 转头望向院墙的方向 不远处的院墙上 长出了两颗脑袋 那名美貌女子和俏理丫鬟 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她呢 一道目光充满了愤怒 另一双眸子充满了好奇 美貌女子看着李牧大声说道 你在干什么啊 李牧呢 一边吸收她的怒气 一边说道 吃饭呀 看不出来吗 柳寒烟当然知道她是吃饭 只是她吃饭便吃饭 偏偏弄得香气四溢 肉香味都飘到她的院子里了 这让已经几个月不知肉味的她 情何以堪呢 柳寒烟翘脸含伤 不客气地说道 你到别处去吃 凭什么 这里是我的家 我在我家吃饭 怎么了 影响到我了 柳寒烟更加生气了 用李牧早上的话来反击 哼 为什么没影响别人 偏偏影响到你了 李牧也是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呢 心中期盼她的气 可千万别消了 第二波能不能凝聚 可全靠她了 你混蛋 你胡搅蛮缠 你是故意的 我在自己家吃饭也有错了 你就是为了报复 今天早上的事情算我不对 好了吧 为了表示我的歉意 要不我今天请两位姑娘吃饭 小样子 面露喜色 看着石板上的烤肉 高兴地说道 好好啊 李牧顺便连她的喜悦之情 也导引了过来 柳寒烟愤怒地看着她说道 我柳寒烟就算是死 从这里跳下去 也不会吃你一口的东西 柳寒烟在院里 气得跳脚啊 胸口起伏不定 脸色也是微微仗红 喘息着说道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她是故意的 她一定是故意的 小姐 可是我觉得 她说的也没错呀 你 你到底帮谁 我当然是帮小姐了 少女连忙 帮她轻轻拍打胸口 小姐 别生气了 气坏了身体就不好了 柳寒烟胸口持续起伏啊 显然气得不轻 突然扶着额头说道 婉婉 我回方休息 我感觉头有些晕 隔壁终于没有声音传来了 李牧也吸引不到一点怒气 缓缓停下了导演之术 本以为愤怒之情 要比喜悦之情更加难获得 没想到啊 女人生起气来这么容易 如果那名叫啥柳寒烟的女子 每天都对她那么生气 她的第二魄 岂不是要比第一魄 还要更早的凝聚 当然 凡事都需要有个度 李牧也不能抓住她一个人猛吸啊 气情虽然是人之常情 却也伤身 大喜大悲大怒 都对身体无异 以李牧这种不加节制的吸法 会大大透支她的身体 没几天就会将她榨干 让她连床都起不来 适度的导引是为了修行 过度的压榨就是采阴补扬 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 只能委屈委屈那位姑娘了 为了表示自己的歉意 李牧特意烤了满满一盘子肉 敲开了隔壁的院门 开门的就是那个鹅蛋脸 下巴有一些婴儿肥的小丫鬟 她看着李牧手里的烤肉 吞咽了几口口水 才确确地问道 公子 您有什么事情吗 在下李牧 是特意向柳姑娘赔礼道歉的 这是一点小小礼物 希望她可以收下 将那盘烤肉递给了小丫鬟 李牧便回到了自己的院子 一墙之隔的地方 小丫鬟推开了柳寒烟的房门 说道 小姐 那位叫李牧的公子 刚才过来陪李道歉了 这是她送我们的 柳寒烟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拿走拿走 我不想看到她的东西 哦 小丫鬟低声应了一句 一个人来到了院子里 坐在石桌前 尝了一块五花肉后 那小脸上的表情顿时便停滞了 好 好吃 她双手端着盘子 又蹬蹬蹬地跑回了柳寒烟的房间 她说道 小姐 你尝尝吧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柳寒烟瞥了她一眼 我不吃 只要是能吃的东西 你都说好吃 小烟二换将筷子递给她 是真的 小姐 你尝尝吧 就尝一片 尝一片是不会胖的 柳寒烟想要继续拒绝 但右手却不受控制地伸了出去 拿住了筷子 她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 腹中早就饥饿难呢 眼前之物的香味又一直了拨着她的心思 在这股香味的引诱之下 她这一瞬间甚至忘记了自己要保持身材 忘记了那个可恶的不快 她缓缓地伸出手 夹起了一片烤肉 然后第二片 然后第三片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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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完了 小姐 我只吃了一片 直到小丫鬟委屈中带着哭腔的声音 传到了她的耳中 这柳寒烟才骤然转醒 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终于意识到 她好不容易坚持了几个月的计划 就在刚才彻底宣告失败了 她捂着自己的小腹悲愤地说道 李牧站在院子里 看着隔壁那冲天的怒气 将他们一丝不漏地导引了过来 她为了收集喜悦之情 不知费了多少心思 才收集到了微薄的一点 从柳寒烟这里获得的愤怒 已经超过了喜之情绪的两倍还多了 福始诞生于怒情 主管意识 是七魄中最为重要的一魄 对她而言意义重大 李牧将柳寒烟的怒意尽数吸尽 平复心情之后 对着隔壁院子的方向 拱手拱身 虔诚地说道 姑娘大恩来日必报啊 第十一集 第二天一大早 天色刚亮 李牧便早早地起床 第一魄和第二魄已经开始凝聚 警觉和意识也在逐渐地恢复 她整个人啊 已经不像前两天那么浑浑噩噩了 西数之后 李牧直接来到了县衙 虽然周捕头允许她带心休假 但时间对李牧来说就是生命 她现在需要的是能够获取到激情 进而凝炼七魄的机会 杨秋仙发生的各种事件都会汇总到县衙来 在县衙守株待兔 总比她一个人在外边瞎晃 效率更高啊 七魄之事已早不宜迟 人生而有七魄 正是因为有七魄护体 一般的邪物才无法靠近 没有七魄的李牧 对那些要挟是不设防的 耶路走多了 谁知道会不会遇到鬼啊 早一日凝聚七魄 他便早一日脱离危险 进了县衙 李牧敲开了左侧的一处衙房的门 服案处理卷宗的中年男子抬起了头 看到他时诧异的说道 李牧 你怎么来了 周普道 我来报道 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已经好多了 闲着也是闲着 来衙门看看 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地方 你真的不再休养休养了 就算你不来县衙 这一个月的俸禄 衙门还是会正常发给你的 不休养了 武功不受弱 在家里天天待着 这钱我拿着也不踏实啊 白嫖固然爽 但小命更重要啊 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 这是眼下李牧敬矿的真实写照 以前的你可不是这样啊 胆小怕事 遇到事情能躲就躲 周普头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说道 如果不是厌魂法器没有反应 你也有以前的记忆 我真怀疑你是不是被什么妖物给夺赦了 李牧心中一惊了 看来自己的表现还是有些异常 脸上却露出了笑容说道 上次就是在外面出的事 衙门不是比我家里更安全吗 你果然还是那个李牧 得 想回县衙就回了吧 现在衙门也没什么事情 你先回自己的职房 有差事的话 秦姑娘会传你的 县衙分为外衙和内衙 内衙是县令大人的内宅 未经允许不得进入 外衙则是各官吏办事的地方 有十余个人面积不大的职房 李牧走到自己的职房外面 还没进门呢 便听到里边传来噼里啪啦的一顿响啊 大大大 他娘的怎么又是小啊 这是张山颓废无比的声音 李牧走进去 看到张山李四和一名老利围在桌前 他看了张山一眼说道 你们又在骗老王的钱呀 不怕被头知道 张山看到李牧 脸上的表情松懈了下来说道 你不说我不说 老王不说 头怎么会知道呢 老王还不快回去啊 一会儿我们的头回来了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这老王是县衙的疏力 在县衙几十年了 主要负责户籍的编撰 以及一些案件卷宗的整理 他年纪虽然大了 一颗好赌的心却是还年轻呢 经常来这里和张山李四赌钱 十次有九次是输了钱 骂骂咧咧回去的 老王捡起了桌上的十几枚铜钱 笑着说道 李牧啊 身体好些了吗 我听张山说 你被要挟勾勾了魂 好些了好些了 对了老王 你就在职房别乱走啊 一会儿我有事找你 张山看着老王挽留说道 老王你别走啊 再来两码呀 见好就收 李牧撇了撇他说道 人家老王年纪大了 推小还不方便 赚钱不容易 我说你们别总想着赢他嘛 什么叫我们赢他 张山一脸不满的说道 刚才我输了整整十四文 老王今天运气太好了 李牧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转而问道 我说头呢 头刚才出现 张山诧异的看了他一眼 你找头干什么 算了算了 我找老王也是一样 老王在县衙不止管户籍 阳丘县百姓报案的卷宗资料 也都会由他经手 李牧想从里边找到一些简单 没有危险 且难度不大的事情来做 以寻找收集七情的机会 转身离开时 他又好像是想起了什么 看着正在无聊摆弄着骰子的张山说道 我说 我陪你玩两把怎么样啊 你 张山愣了一下 诧异着说道 你以前不是从来都不玩吗 今天突然想玩玩 好啊 张山大喜呀 玩什么 就比大小吧 不多时 直房之中 就频繁传来了张山的笑声 一二三小我赢了 五五六大我又赢了 这把六六六 你输了我两文呢 不一会儿的功夫 李牧便输了十几文钱 衙门里的普快 平日里玩的也就是一文钱一文钱的小数额 输也输不了多少钱 其他人都当这是消遣 偶尔玩之 唯独张山乐此不疲呀 赢了钱的张山心情大悦 嘴角都快咧到耳朵跟上去了 李牧呢又递给他一枚铜钱问道 还玩吗 不玩了不玩了 张山收起了骰子 靠在椅子上 有气无力的说道 怎么回事啊 和你玩多了 头晕 脚也有些软 下次 等下次再玩 行 那说好了啊 明儿咱再继续 我先去找老王 片刻后另一间职房 老王抬起头 诧异的看着李牧说道 今儿个太阳还真是到西边出来了 李牧你居然会主动找活干 少废话 快点帮我看看 有没有 县衙的普快 衙衣中 这老王是和李牧三人私混最多的 为了不引起他的怀疑 李牧和他说话的语气也十分的随便 老王也并未察觉到异常 一边翻越桌上的卷宗 一边说道 你等等 我找找 翻了几 他抽出一张纸说道 这里有一个 张家村出现一桩怪事 几个村民家里的羊 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死了 浑身一滴血都没有 县衙还没有派人去查 你要去吗 李牧毫不犹豫的说道 下一个 家畜被吸干了全身的血液而死 这明显是妖鬼之类的东西干的 李牧很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啊 犯不着为了一点喜悦的情绪 而把自己的命搭上 老王继续的搜寻 片刻后又抽出一张纸说道 这还有一个 碧水湾附近的几名渔夫 上报县衙 说碧水湾中有水鬼作怪 你要不要去看看 下一个 张元万老爹刚下葬七天 分就被人绝了 尸体也不翼而飞 你要不帮忙找找 停停停停 李牧对老王做了个手势 别总是妖鬼啊 尸体啊 你这里就没有正常人能查的案子吗 这已经算很正常的了 隔壁周县脑僵尸 一整条村子的人都识变了 军手正在召集附近各县的修行者前去镇压 你要去吗 唉 不了不了 告辞 事实证明 在这个玄奇的世界 没两把刷子连当普快都当不好啊 李牧也想做好事 也想为民除害呀 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 既然县衙里没有他能胜任的差事 李牧也只好先从送迷路的老太太回家开始 一点一点的积攒喜悦之情 慢慢的凝破了 可惜呀 迷路的老太太不是每天都能碰见的 李牧在外边转到了天黑 也没遇到一位 别说人了 连个鬼都没遇到一只啊 黑夜中 李牧一个人走在街道上 即将走了家门口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浑身一阵发冷啊 李牧愣了一下 现在正是夏日 夜晚的风吹在人身上 应该是温暖柔和的 可是刚才那阵风 却吹得它遍体生寒呢 汗毛直树啊 木然间 李牧心声警照 猛然转过头望着后方 街道上空荡荡的 什么也没有 李牧施展导引之术 迅速将李清留在他身体里的那一丝法力 运转到了眼部 一张苍白的面孔 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这是一张没有任何血色的脸 距离李牧极近 已经快要贴到他的脸上 一双白色的眼珠子 正直勾勾地盯着他呢 卧槽 突然遭受此等惊吓 李牧是全身发凉啊 连心脏都停了一拍 本能地快步后退 和那张鬼脸拉开了距离 黑夜中 那鬼脸咧嘴一笑 突然向前吹了口气 李牧只觉得一阵冷风扑面了 似乎将他的灵魂都冻住了一样 他想要逃离 却连简单地迈出脚步都无法做到 李牧意识到他真的遇到鬼了 不是最低级的阴灵 这一支是可以操控阴气攻击的恶鬼 李牧无法控制身体 看着那鬼物缓缓走近 心中焦急无比啊 便在这时 他突然感觉到胸口一阵温暖 那里有李清交给他的一枚符纸 李牧听他的话 一直都贴身斜的 胸口方向传来暖流 涌进他的身体 驱走了他体内的寒意 也让他重回获得了身体的支配权 李牧没有丝毫犹豫 用他此生最快的速度 撒开鸭子就向咸牙狂奔而去 那徐颖站在李牧身后 咧嘴笑道 你跑不掉 黑夜中 李牧向着县衙的方向亡命狂奔 稍微有些道行的鬼物 都不是普通人能够匹敌的 常人有气魄护体 一般鬼物不敢靠近 他可什么都没有啊 更何况能吐阴气攻击 说明对方至少也是怨灵级别的恶鬼 刚刚踏入修行界的李牧 没有任何手段对付呀 即便知道自己不敌 李牧还是低估了那鬼物的厉害 他只跑出去十余步 便感觉浑身再次一寒 一动也不能动了 那鬼物飘到他的面前 阴瑟瑟地说道 就是遇到一个没有气魄的人 没有气魄你也活不了多久 今日我吞着你的丧魂 祝我道行再进一步 阿弥陀佛 李牧心急如焚了 接地挣扎时 耳边却突然传来了一声佛号 缠音入耳 李牧突然发现 他再次掌控着身体的主权 他抬头望向前方 月色下一个和尚 左手持拨 右手持着一根缠杖 正向这边缓缓走来呢 李牧飞快地跑到这和尚的身边 从他刚才破解自己险境的那一手 就能看出 这和尚一定是有两把刷子的 起码比自己厉害得多呀 鬼屋见到那和尚 脸上露出了猙獰之色 阴森地说道 哪里来的野和尚 但敢怀我好事 阿弥陀佛 贫僧玄渡来自金山寺 不是野和尚 金山寺这个名字 听着就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李牧脑海中不由地浮现出了一个 会念大威天龙的白衣和尚 便在这时 周围突然起了一阵阴风 气温骤降 鬼屋的声音更加阴森了 管你是金山寺还是银山寺 今日你若坏我好事 我连你的魂魄也吞了 李牧被这阵阴风吹得身形不稳 和尚身躯微然不动 悲悯地说道 人有人道 鬼有鬼徒 你为了自身修炼 夺人魂魄 为天道所不容 已经犯下了业障 不如让贫僧度你一度 消除业障 也好往生极乐呀 那鬼屋似乎知道 这和尚不好惹呀 尖叫一声之后 身体之中突然爆出一团黑屋 将他的身形笼罩 黑屋翻滚不定 以极快的速度向外蔓延 眨眼间就将李牧和这和尚笼罩在了其中 只是当这黑屋即将碰触到他们的时候 却像是遇到了什么阻碍 不能再向前分好 和尚一手拖着波鱼 一手握着缠杖 失望地说道 你真的不想让贫僧度你吗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啊 黑屋之中传来了尖利的声音 和尚叹息一声 将手中的波鱼交给了李牧说道 小施主可否带贫僧保管片刻 黑屋翻滚不定 李牧什么时候见过这种阵势啊 他得来不易的第二次生命 可全系在这和尚的身上了 他毫不犹豫地接过这波鱼 只是这波鱼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比他想象的还要重得多呀 李牧一下子没拿稳 险些脱手啊 艰难的将枝端了起来 完全不像和尚单手脱拨那么轻松啊 和尚握着蝉杖看向黑屋 最后说道 贫僧再问你一句 你到底让不让贫僧肚你 黑屋里面没有传来任何声音 但却翻滚得更加剧烈 一只只有雾气凝聚的黑爪 向和尚和李牧的身上抓来 李牧手中的波鱼 突然散发出淡金色的光芒 身向他的手找也一处疾困 李牧再看向那和尚 只见他脸上的那种悲天悯人的表情不在 反而有些气急败坏 双手抓着蝉杖 扑进了黑屋之中 最后 李牧便听到黑屋中霹雳啪朗的一阵响 以及和尚的怒骂 哼 敬酒不吃吃罚酒 老贫僧是不是给你脸了 给脸不要脸的东西 也不出去打听打听我玄渡的名号 贫僧想渡你 那是给你面子 多少人求贫僧渡贫僧还不渡呢 别给脸不要脸 这会儿贫僧先留你一条狗命 一会儿你要是还明晚不化 贫僧让你魂飞魄散 李牧双手托着波鱼 眼见着那黑屋从沸腾翻滚的状态 逐渐平息 消散 黑屋散去 和尚的身影再次显现了出来 他单手持着缠仗 脸上又恢复了悲天悯人的表情了 走到了李牧身边 接过波鱼 微笑着说道 多谢施主 李牧咽了口唾沫 喃喃的讲道 不不不不谢 和尚又念了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施主不用担心 那恶鬼已被贫僧收服 贫僧会用佛法度他 引导他走上正道 说吧 他便转身离开 没走两步呢 又像是记起了什么 回过头将手腕上的一串佛珠取下来 递给李牧说道 贫僧观施主击破见尸 但肉身却内蕴悲喜之情 应该是修得道门功法 然施主法力威莫 镇不住这些赤妹亡粮 这一串佛珠赠予施主 何宝施主不被平常的邪魅妖物 尽身呢 李牧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接过佛珠 躬身说道 多谢大师救命之恩 阿弥陀佛 主人既是助我 和尚的声音渐小 最终完全消失 李牧站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 恶鬼没了 黑雾没了 和尚也没了 如果不是那串佛珠还在手上 他甚至以为刚才产生了幻觉呢 恶鬼是真的 黑雾是真的 那和尚也是真的 差点没了的是他呀 刚来这个世界没几天 李牧便再一次经历了 凶险的生死危机 今夜的经历让他意识到 他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没了欺魄的他 在鬼雾的眼中 便是持续发光的灯塔呀 在凝聚出欺魄之前 今天的事情 很可能还会再发生 这一次他碰巧遇到了 和尚路见不平 下次呢 下下次呢 他可不能每次 都有这么好的运气呀 明儿必须得为我们理清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让他快速增长实力 下次如果再遇到妖鬼之流 也不至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呀 他从胸口掏出了那张符纸 经历了刚才一事 纸符中蕴含的法力 已经消耗殆尽 李牧将纸收好 然后将那串符珠 带在了手腕上 向家的方向走去 一夜无眠哪 天色刚亮 李牧便从床上爬起来 简单的洗漱之后 站在门口等待 李清有沉冽的习惯 门口的这条街 是他的必经之路 只是今儿早晨起了雾了 几十步以外 便是白茫茫一片 街道上一个行人也没有 也不知道他今天还会不会出来 李牧站了一会儿 没等来理清 隔壁的院子门倒是打开了 名叫柳寒烟的女子 将一盆脏水泼在门口 依然没有给李牧好脸色呀 冷横了一声之后 又走回了宅院 重重地将院门关上 李牧现在根本没有心思 挑逗他的怒气 昨儿晚上心惊胆战之下 他是一夜没睡呀 生怕床前再出现什么阴灵厉鬼的 一大早坐在门口的石阶上 困意倒是一阵一阵的袭来呀 不知过了多久 他心生感应缓缓抬起了头 看到已经逐渐消散的浓雾中 终于出现了一道千细的身影啊 看到那身影的瞬间 李牧忐忑的心突然安定了下来 第十三集 李牧站起身 连忙叫道 头儿 李清津 罕见穿了一件白色的裙装 一手持剑 另一只手拿了本书 偏头看了李牧一眼 慢跑的脚步缓缓地停下 他问道 你在这里等我 李牧面色严肃 开门见山地说道 头儿 我昨晚又遇到鬼了 就有精灵找你帮忙 不是 李牧摇了摇头 将昨晚遇到的那个恶鬼的情形啊 详细地描述了一遍 李牧面色微宁 不确信地说道 他可以操纵引起攻击 甚至可以用引起凝聚鬼转 哎呀 那是我亲眼所见 李牧点点头又问道 头儿 我昨儿晚上是遇到怨灵了吗 通过李清 他大概了解了鬼物和鬼羞的等级 最低级的鬼物 便像是张王氏那样的阴灵 他们实力低微 仅仅能够维持灵体状态 无法伤人 甚至不能险于人前 阴灵之上则是怨灵 怨灵已经拥有一定的实力 能够操控阴气伤人 县衙每年的案件中 有不少怨灵作孙 是怨灵 但不是寻常怨灵 能够操纵阴气凝聚鬼转 他的道行已经极高 只差一步 就能成为第三境的恶灵 恶灵 李牧吓了一跳啊 怨灵虽然能够伤人 但正常人有欺魄护体 却也并不怎么惧怕 恶灵却不同了 那是能够凝聚实体 对人造成真实伤害的高阶鬼物 每一次出现恶灵 县衙都会万分的重视 李清突然看向李牧说道 让我看看那床佛珠 李牧将手上的佛珠摘下来 递给了他 李清拿起佛珠一看 感应了一番说道 单论法力 恐怕就算是我 也不是那怨灵的对手 所信有那位佛门的高人 要不然 你今天已经见不到我了 在李牧的眼中 李清已经是传说中的高人了 连他都不是那鬼物的对手 这让他的心立刻沉到了谷底了 他有些不死心的问道 难道没有克制那些鬼物的办法吗 有 不管是佛门还是道门 都有克制妖鬼的方法 但你的法力太过低微 学习不了任何神通 那道鼠 使掌道鼠虽然不需要多么深厚的法力 但道鼠在任何宗派 都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掌握的秘书 我也不懂 而且凡学习道鼠者 都要发下道士 本门道鼠不得私自外传 道士不同于凡人的誓言 还是类似于某种神通 违反道士匕首天前 是修行中人最忌讳的事情之一 这条路算是走不通了 李牧想了想又问道 那那那有没有什么办法 快速的增强法力啊 李清突然看向他 表情变得极为严肃 几乎是训斥着说道 你要记得 修行没有任何捷径 极为的追求修行的速度 不是害了别人 就是害了你自己 这还是李清第一次 用这种语气和他说话呢 李末愣了一下之后 便点头说道 我知道了 李清看了看他 语气稍缓 我只是不想你误入歧途 修行之道艰苦异常 有无数的修行者 耐不住修行的寂寞 走上了邪道 他们为了修行 不择手段 夺人魂魄 取人惊险 此类邪修 在修行界人人得而诛之 不管他们的修为多高 都难逃赤才 一个月前 一名洞玄境的邪修 被佛道两派的高手 联手灭杀 连魂魄都没能留下来 放心吧他 我虽然实力低微 但永远也不会做着 伤天害理的事啊 既然修行无捷径 大不了从今儿起 他吃住都在县衙 嘿 他就不信那些鬼东西 敢进县衙害人呢 反正已经做的最坏的打算 李牧一时间也不在乎什么妖鬼了 重新看向李清问道 头儿 道术是什么东西啊 神通李牧知道 单山进水 借风不污 隐形松义 这些都属于道家的神通 当自身法力积累到一定的境界 就能修习这些威力不凡的神通 而道术 他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神通和道术 其实都是法术 只不过 神通是修行者 以自身法力施展的法术 修行者法力越深厚 则神通的威力越大 而道术 适应天地之力施法 对修行者的道行要求并不高 威能却更加强大 道术和神通相比 对法力的要求更低 威力更大 李牧当然更想学习前者 只不过李清刚才也说了 连他也不会倒数 李牧也就不惦记了 是我考虑不忠 才让你遇到危险 李清想了想 将自己的配件 递给了李牧说的 拿着 李牧愣了一下 在他的记忆中 这把剑 他可是从来都不离身的 剑名清红 是一把法器 带着他 寻常的妖鬼 你便不用惧怕了 这 这都不好意思呀 拿着 李清的语气 不容置疑 李牧只好 接过了他的配件 这本书也给你 李清又将手里的书 递给他说道 这上面记载了一些 修行界的事情 你有时间看看 这都是你应该知道的 和李清的交谈中 李牧也意识到 他对于修行界的事情 知道的还是太少了 送别李清之后 他当即便靠在门上 迫不及待的 打开了手中的书册 修行九境 下三境 中三境 上三境 下三境 乃炼破 宁魂 巨神 中三境 为神通 造化 动玄 神行福 引雷福 寻鬼福 指冤传信 仙人指路 呼风咒 引雷咒 雪沙咒 道经 道业 道术 这本书里边 不仅详细记载了 道门的修行境界 还有几个特殊用途的福禄 手印掌绝等等 以及道门的发展历史 千余年前是百家争锋 道门只是其中一家 后来为了道门的传承和发扬 最早的道门前辈合力编转了一部道经 此经蕴含无数道门秘点 也成为了后来道门中人的修行纲领 道经分内外两篇 外篇内容博杂 涉及福禄 炼丹 阵法 占卜 神通 是如今道门的各大分支的根基 道经那篇 记载的是真正具有大威力的道经 道家真言 配合手印施展 只需微弱的法力便能引发天地共鸣 后人称之为道术 道经外篇 广而传之 人人皆可休息 并不是什么秘密 而记载着众多道书的那篇却被道门各宗隐秘 从不轻易示人 因而即便是道门首印流传极广 非常容易获得 但不知那篇真言 无法引动天地共鸣 也是枉然 李莫叹了一口气 道经他没见过 道德经倒是能背上几句 不知道书名差了一个字 内容还管不管用啊 鬼是神差的 他将那本书啊 放在一旁 模仿书上描绘的某个道书手印 将那一丝微弱的法力运转到手部 小声嘀咕着 道 他只说出了一个字 一股难以形容的强大力量 突然从虚空中涌现 李莫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随后便眼前一嘿 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同一时间 杨秋现牙 李星突然手抚胸口 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心迹 周朴头从牙房走出来 脸上浮现出迷茫之色 县外偏僻村落 一名邋遢老道 正在给几名农妇表演白纸生字来着 身体突然一震 猛地抬起头 望向天空 目露惊骇之色 北郡白云山 当今道门共有三派三宗 其中俘虏派祖庭 便位于白云山巅 白云山千丰敬秀是云雾缭绕 一排排灰红如宫殿的建筑在云雾中若隐若现 宫冠之中依稀可变人影 突然一声突兀的钟鸣声打破了寂静 山中的云雾也开始翻滚不定 宛如沸腾啊 各殿一片哗然 不多时 一道道身影 便从各处道宫飞出 奇距最高的主风 发生什么事情了 道中为何无辜而明 难道又新的道术出世 不知是哪位师叔啊 众人议论分分间 一名须发揭白 先锋道骨的老者 凭空地出现在众人眼前 见过长教 老者出现之后 众人纷纷拱手行礼 一名中年道士走上前 疑惑地问道 长教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道中为何忽然明下 老者一翻手 一张古朴的书页 突然悬浮在他的手心上空 众人看到那书页 脸上纷纷露出了敬畏之色 此页乃是道经的残片 其上记载着诸多的真言道书 是福禄派的历教之机 被称之为道业 只是平日里他们奉为圣物的道业 此刻却在哗啦啦作响 似乎是在颤抖 引得此地的天地灵气一片混乱 无数人面露惊恶 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然能让与道经一脉相承的道业颤抖呢 道中无故而明 道业呼声异响 这种诡异的场景 完全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不知过了多久 周围混乱的天地之力缓缓平息 老者手中的道业也逐渐平静 他目光幽远地望向远方 喃喃地说道 道经颤抖 闻所未闻 不知是福是祸 阳丘县县城 柳寒衙和小丫鬟走出了大门 小丫鬟目光一瞥 指着门口一侧的地上 惊讶着说道 小姐 那里躺了个人 好了 亲爱的小伙伴们 本集播放完毕